美牛万岁,万万岁,两码事,公孙乐制作,如有雷同,纯属巧合,好消息终于来了,我们的瘦肉惊牛肉输出台湾的事搞定了。 这个人也真会装腔做事,明明欠我们一大笔政治人情债,竟然从一月搞到现在才开门,这个人至国没半撇,倒是很会演戏,听说他是深夜突然急转弯,决定开放我们的瘦肉惊牛肉进口。 他是午夜梦回想起他还欠我们一屁股债吗? 那倒也不是,因为国务院的人打电话给他的时候,是我们白天,他们当然是晚上呀,其实那个人一直还在那里装腔做事,还想讨价还价。 我实在看不下去,就抢过电话,向他说了几句话,然后他就服服帖帖的了。 哇,你还这么有魅力呀,几句话就摆平了他,你到底跟他说了什么? 哈哈哈哈,这个人真是剪骨头。 我只跟他说,喂,听好我,你也是美国人呀。 要不然我明天开个记者会,介绍我们美国人如何在台湾当上总统好吗? 结果我听到电话那一头惨叫一声,然后,一切就都顺顺利了,不过你也别高兴得太早。 他也欠中国一屁股债,北京要债的手法比我们狠上好几倍。 那个人搞不好早就把台湾抵押给北京了。 这就两码事了。 我先把债要回来,增加我的选票。 我现在想的只是怎样才能当选连任。 台湾的选民那么容易受骗,选一个诈骗集团投资当总统, 我现在自身难保,也只能替他们祈祷啦。 美国牛肉万岁,万万岁。 国务卿呀,让我们高呼动算,动算,动算啦。 耶。